请问沈灵飞女士 你愿意嫁给邱云青先生为妻 照顾她 陪伴她 与她共度一生吗 不愿意 请问邱云青先生 你愿意 她不愿意 邱云青不愿意 因为她爱的人是我 不可能 不信 你去问她 邱云青 沈灵依说的不是真的 对吗 没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沈灵飞 谁让你在沈家不受宠呢 姐姐 还不赶紧下去 我没有赶紧下去 我没有赶紧下去 你为什么要来 你为什么要来 是他 去帮我查个人 是 严总 我和你母亲向来从你 你早说喜欢云青 我让凌飞和云青分手不就好了 只要我和沈凌飞同事出现 那些人就只会夸赞他端中优雅 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哼 我就是要让他丢脸 让他永远都比不过我 爸爸 我知道错了 下次 下次一定告诉你 好吗 哼 爸爸 我有件事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这对于我们沈家和邱家来说 是个绝好的机会 只要 你还知道回来 就这么在婚礼上跑开 一点不顾及沈家的演练 不像话 可那是我的婚礼 你俩虽然不是一个麻生的 但毕竟还是姐妹 既然你妹妹与云青两清相悦 你作为姐姐的应该大度点 哎呀 爸爸 你就不要再凶姐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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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 喝杯水吧 是啊 丢蕊 过去吧 就让它过去吧 行啦 行啦 别扎你了 坐下喝点水 我话又跟你说 沈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资金出现了问题 我们虽然和邱家联姻了 两家企业有所联动 但也没有好转多少 你妈娘家那边都是有点资金 回头 你多去走动 让他们把钱都投进来 那边我们已经不往来了 我妈死了之后 更是毫无联系 我不想打扰他们 你能不能替我多分担分担 我告诉你啊 沈家要是倒了 你就喝西北风去吧 爸 别生气啊 我倒是有个办法 我们可以让陈叔 帮忙引荐商业龙头岩甲 老陈 听说陈叔今晚设宴 哎 姐 要不然你收拾收拾 给他们喝两瓶帮帮忙 为什么让我去 我不去 林飞 金融可有不得 什么意思 你们在水里 九云青 你怎么这么带脱 我当初 是 九云青 我恨你 哎呀 沈凌飞 好好享受今晚吧 哼 啊 很久 斑 你走 一路 你走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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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颜总 你让我调查你找到了 小伙伴儿 我来了 你什么人 咱这么老的 你要不看我试试 颜总 颜总 把他给我读出去 另外 沈秋两个的故事 又该动不动 是 颜总 你放了我 你放了我 颜总 颜总 你放了我 你放了我 终于找到你了 是你 你乐 小伙伴儿 我今天晚上就陪众你吧 那我今晚就陪众你吧 你谁啊 沈大贝 你结婚我了 结婚 我昨晚帮你摆平了那个男人 你是不是应该报答我 更何况 昨天晚上 是你主动拉着我的手 让我陪你呢 你是不是应该 对我负责啊 就算如此 那也不用结婚吧 哎 你不会 还想着那个东西 当然没有 他这么陷害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等会儿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 我严真风想调查谁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想做什么我帮 前提是 你得做个妻子 你是严家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结婚啊 因为 算了 往后再告诉他 真正的原因吧 外面有很多应酬 我不喜欢 我需要一个妻子 帮我对付她 她帮了我 我确实应该报答她 更何况 有她的帮忙 我才能更好地还击邱云青 和沈凌云 好 我答应你 那我们现在就去领证吧 怎么 这不可能 别急 别急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需要去 谁让你们下药 我们也是想帮您 爸 现在还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沈秋两家补票一直下跌 陈淑妍一起不上 林飞脸一起上 没有 回来啊 昨晚怎么回事 老陈怎么联系不上 爸 他们这么陷害我 你就只问这个 我刚才说过你妹妹 你先说说老陈的事 要真是把她惹过 你赶紧去道歉 与我无关 我不去 怎么可能与你无关 昨天晚上就你和陈叔在一起 今天早陈叔坐不见 怎么可能 沈凌跟你打我 昨天 你当着众人的面抢我的婚礼 这是其一 昨天晚上 你和邱云青下药陷害我 这是其二 是你 我打你 是你活该 你是谁要敢拦我 陈淑妍 我不会因为我不娶你 就从来你随便找到我 你 啊 啊 啊 感动我的女人 胆子不小 再有下次 打断你的腿 打断你的腿 人事集团吧 杨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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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倒是误会了 赶快 海洋 吃午饭没的 让我和颜总在家吃点 顺便把一话也搁吃 用不着 从今天开始 她将搬出身边 这是我的缝口本 谢谢你啊 感谢我娶了你 不是吧人 你行情这么差 我是谢谢你刚刚进门对我说的话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说过我会帮你 有我在 沈家那帮人就不会像之前那么欺负你 你尽管做你自己的 无需对援 杨姨太太 你们都以身相许了 就别这么客气了 没想到沈灵飞居然嫁给严琛疯 我闭嘴 云青还在地上躺着呢 称是不服败是有 爸 要不你们陷害他 我们有那么被动吗 沈灵飞 你给我的那一巴掌 迟早会还回来 沈灵先生 沈灵太太新婚快乐 沈灵先生 这算什么呀 这算什么呀 不得时间 就算你帮她一遍 请吧沈灵太太 沈灵太太 沈灵太太 在哪儿见过 你不记得吗 应该记得吧 叶灵太太 你不记得了吗 这句话可是搭讪时最烂的梗 好 对了 沈灵先生 今晚睡哪个房间 房间 沈灵太太 我们都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目前 我还没有那么保守的大宋 人不可貌相 人不可貌相 这女的看得清楚吗 听说 这女的昨天在婚礼现场 被邱家退婚了 我天哪 她以后都没法出门见人了吧 可真活该 干什么就是 沈灵云 你们不认 就别怪我不义了 怎么了 别惹我们 您不认了 跟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收购沈家 由我今晚 回报是 一年之内 替你创造出 超出辞职的利润 什么叫好 邱家送我们赠 他不用给你 别 喂 三天时间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又看到沈家和邱家破争 是你演的我 今日 沈氏集团 邱氏集团股票持续下跌 不知是操作不当 还是有人蓄意无知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不知沈氏和邱氏将封房 沈家大女儿抢了姐姐的婚礼后 沈氏与邱氏便同时面临如此难提 不知这是否与沈家大女儿眼光 刘总 你听我解释啊 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您拼一段我已经联系上了 哎 别 别撤资啊 你要是真撤了资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喂 喂 喂 什么 全面崩盘 我们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听着 我不管你怎么操作 一定要稳重 一定 听到了没有 您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触 哎呦 爸怎么办呀 盛林飞还是联系不上 我们家不会真的要破产吧 一个闭人 三天雨到了 可以说吗 是 盐总 妈 怎么办呀 你还有脸说啊 谁让你发那些照片来的 啊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跟你姐姐道歉 让人家放上了一马 要不然 你休想再进我沈家门 我 在什么日子啊 怎么办 你这么多东西啊 你要是喜欢的话 刘天天给你卖 姐 不过 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姐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不然爸爸就真的赶我出家门了 恭喜啊颜太太 以后审去两家就是你的了 姐 自作你也不可活 沈凌云 你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看到云青的面子上原谅我好不好 你再看在姐夫的面子上 你让姐夫着过我们行不行 云青 云青是什么东西 他有面子吗 他不是你一直最爱的人吗 我爱的人 我还要再进来 从你在我婚礼上 抢走她的那一刻起 从她背叛我那一刻起 她在我心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你 沈凌飞 你把沈家喊成这样 在家有良心吗 这位沈小姐 沈家破产是你们咎由自取 你要是再敢大喊大叫 我不介意你动手搬拳拳你 别生气吧 没有啊 以前是我太过软弱 只会以为地忍让 但是现在我不想让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沈灵飞也不是好欺负的 这才是我颜臣风太太嘛 我已经秘密收购了沈家和邱家 接下来没有什么打算 暂时保密 你姐姐怎么说的 爸 我去找我沈灵飞了 她就是不肯放过我 还说沈家对她不好 说说您对她也不好 真这么讲 对啊 我气过我就骂了她 骂她没有良心 爸 他不会真的因为这句话 对我们沈家更痛下狠手吧 她这个朋友啊 她敢 哼 不过沈家也不是无路可走的 什么意思啊 刚刚云青来电话 说有人要收购沈氏和邱氏集团 将两个企业合为一个 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不过不管是什么人 同时能接下沈氏和邱氏的烂摊子 就足以说明这个神秘投资人的能力 不输于沈氏集团 真的是一大笔钱 爸 是不是就证明我不要过场了 不仅不会 我还会想办法留下来 等把这个神秘投资人的资金 全部吞入口供 这个集团 还是我沈言拿的 好 不是已经嫁人了吗 我们还来过去吧 沈家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哎 沈尘峰怎么没关系了 不愧是离婚了 没人敢说 我看呀还真是 怎么 男人不要你了就来公司了 我可告诉你啊 沈家 可不受垃圾 瞧见没 垃圾 就应该带点垃圾给你了 哎呀 不是吧 沈大兄姐 为什么说不结婚了 她就赶回来了 你看她这么被讽刺 这不出生 估计是跟孝顺呢 行了 别吵了 别来公司说什么 有事啊 沈灵飞让你回你听不懂是吗 今天是沈秋和平的大人 沈丁飞 你跟我的沈丁飞 今天省时永远的出说 你赶紧你看 我恐怕 说不到 你说什么 沈丁飞 总 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 你赶紧去人事交代一下 赶紧把那个沈丁飞开除 好的沈总 跟我以前抱着小 那个人怎么还没有来啊 你给我安静点 抱住我嘴 明白 要请点 好吧 我让你词吹吹 我没有人把他带到这儿来 赶紧吧 自然是来给人办理手序的 你这个人脑子有病吧 办理就是比如来会议室 来会议室 自然是给你们办理手序的呀 胡说些什么 这个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三个 真搞笑 你有什么资格自有呢 飞儿 今天是沈氏集团最重要的人 你在胡闹 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你什么时候认过我这个女儿 在您的眼里 不就只有沈丁飞一个女儿吗 沈丁飞 你不要因为被人甩了就来这儿怎么发出啊 你别看你这是什么场子啊 我看保护清楚状况是你们吧 王秘书 你来报警吗 这位是新来的沈丁 他将接手沈氏集团和秋氏集团 正式更名为凌峰集团 这里是解职和公书 请周围签字 你一定时间骗我们了 不许抓姐 什么 飞飞 对不起飞飞是我糊涂 我可以为了你和沈丁荣化成借鉴 启丁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抢你婚礼的 是她 是她骗我的 姐你相信我 是她骗我的 相信我 梅儿 我之前忽略了你 我还是爱你的 你千万不能将她干脏 沈丁荣 你自小就想什么东西 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 你都会想要受法的毒走 你现在跟我装什么语物吗 你不会要告诉我这一切 都是秋天心骗你的 爸 我们两个同样都是沈家的女儿 凭什么她沈丁荣备受追捧 我呢 您说您爱我 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你 我从小到大感受到了只有您的责备 我告诉你嘛 你有什么词说爱你 你有什么刺激当我爸 还有你 小美金 谁要给我一个完整婚礼人是你 在我的婚礼上和我亲妹妹看我笑话的人也是你 你 你的女儿手下有笑话 我没有神迹的求同 请退 已经是我最大的人气 你们要去再不走的话 我就想跑 天龙飞 我小的时候有东西 不就是有龙丞风在背后替你唱腰吧 你还不知道吗 他在国外 有一个未婚期 他回来 该滚蛋的就是你 对 对 你还不知道吗 任陈峰在国外 有一个未婚期 他回来 该滚蛋的就是你 原来他已经有未婚期了 那为什么要骗我 再起来了 办了电话你没接 抱歉 你注意 你怎么了 去公司不转 还是他没有欺负你 我找你去 不行 不行 那你怎么不开心 你 有没有未婚期 当然没有 听谁说的 周云青 我说你能不能期待国外 他找死 他把手现在都伸到我这儿来了 是吧 贝贝 不管你信不信 我未婚期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真的吗 我发誓 我的确有一个妹妹 但是 她在国外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 该回来说就是 她的爷爷救了我的爷爷 然后我爷爷现在 当亲孙一点 但是我对她毫无感情 你也会赞同我们结婚吗 我的婚礼我说的算 我说的算 我说的算 我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就问吧 为什么说 为什么 你 嗯 你不能说是 你要对我负责吧 如果我跟你说我对你是 是一见钟情 以后你就知道了 喂 你这臭小子 既然瞒着我在国内结婚了 你让这年怎么办 你才当我是你爷爷吗 我明天回国 你来接我 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爷爷 文倩 你们好 我叫沈灵飞 陈凤哥 好久不见 臭小子 刚才倩倩给你打招呼 你怎么不理她呀 爷爷 我要没记错的话 刚才飞飞 你也能打过去了 哦 怎么着 就因为我没理她 你就跟我置气 爷爷 别生气 陈凤哥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咱们先上车吧 一上午没吃东西 我都饿了 显倩 你坐前面副驾驶 让这个什么沈 沈灵飞 坐后边来 往后面去 陈凤哥 严陈凤 听起来 你还有过这个爷爷吗 我再说一次 沈灵飞是我太太 这个副驾驶 是她的专属做的 你们要再敢一意孤行的话 别怪我的客气 你这臭小子 你死我 谁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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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爷爷有个三杂两个 我不会饶活你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或不是陈凤哥一声不响的 娶了你这么个不亲不楚的女人 爷爷会这么生气吗 医生也就是说爷爷没什么事 明白了 我娶谁是我的事情 你要是再多嘴的话 我补给你回去 你要是敢让欠欠走 我跟你断绝关系 好就行了吧 爷爷 在医院就好好养着吧 什么时候好了 再来这边 严丞峰 一 这就怎么走了 医生说她没什么问题 你不用担心 她不过就是想来威胁我去留名歉吧 至于今天有人让我太太不开心 我决定带她去痛快痛快 嗯 有你的内容 累死了 就你往太看到 vomit 在这篇桑在你的野党 可能你不太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